大家好,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據西班牙每日體育報的報導 巴黎聖日耳門有意引入巴塞前鋒迪比利接替尼瑪 近日多家媒體都說巴黎聖日耳門希望簽入迪比利 並準備支付5000萬歐元的解約金 不過巴塞方面表示迪比利的解約金是1億歐元 如果聖日耳門想簽這名法國國腳就需要支付這筆錢 聖日耳門希望引入迪比利是為了接班尼瑪 不過迪比利是稍為最欣賞的球員之一 主帥已經展開了對迪比利的信任 中文字幕提供